是誰叫馬斯克去做的事呢?是特朗普 特朗普他一樣會面對很多內部的各種的壓力 而且那些壓力可能不是和和平平的那麼簡單的 有另一位高人跟我吹嘴說 他發現特朗普贏了這個選舉之後 他基本上沒有公開露過面 我想說也是 他有很多在電視上的東西是錄影來的 他宣佈什麼不是他在公眾場合上的 他怕什麼呢? 最重要是按這個小鐘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這個特朗普對於這些事情 他有什麼辦法去解救呢? 其實他不是說完全沒有 你看看他過去的經濟政策 在他底任的時候 你看到他搞來搞去都不太行的 不過他現在有一個新招 這個新招可能是有用的 但是他長遠是不是做到呢? 也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這個新的招數呢? 他就找這個 Elon Musk的馬斯克 就是Tesla的那個老闆 去加入那個所謂Doge 就是政府效率提升政府效率的那個部門 美國政府的確是 這個效率是相當差的 我舉個例子 在奧巴馬那個年代他剛剛上任的時候 他都想救市的 因為當年有金融可笑 但是他們決定要用多少錢 他什麼時候才用得到呢? 錢真的用得到 差不多兩年時間 那錢才是落實到去 各個部門用了錢 由之可知 他的官僚架構 那個效率是多低 香港政府的效率 香港人很多都不是見得那麼滿意 但是香港政府的效率 遠遠比美國高很多 我不是說香港政府有什麼那麼厲害 而美國政府在效率方面的確 都幾麻煩那件事 所以如果他找馬斯克 去猛張一些部門 大力斬了他 他真的想 說明是想很多部門取消了他 那些人手又取消了又什麼 如果他做了一步 那是對美國的決策 決策的過程可以令美國脫胎 可以換骨的 那也可以和美國省很多錢 就令到他這個國債 不像無底心談那樣 不停這樣增加 但是他是不是做得到呢 你看一下馬斯克 最近他有一篇文章 講一下他自己做這件事 要付什麼 計劃是怎樣的 在網上很容易找到的 在網上一篇文章 原來他就打算是做到 2026年7月4日 就是剛剛美國建國 250週年 那個紀念日 這個都是很有意思的 的一個日子 那就是說 他上任之後 大約都得不夠年半 去做這麼困難的任務 周圍斬的 將那部門斬了 那我就非常之懷疑 因為呢 這種東西 等於動別人的那塊 那塊肢子 就是斷人財路 那在美國的政界 這些水是很深的 就是人家怎樣反撲呢 這個就是我們外人 不敢去怎樣判斷 那我前陣子 和那些 在香港的那些分析家 那些高人來的 那他們第一個回應就是 他做到一年半 主要他面對的困難 他有沒有命呢 是捱倒這年半 那我不會吧 這個馬斯克 他這麼有錢 他請的保鏢呢 這麼多錢可以請保鏢呢 那些保鏢可能比 中南開保鏢或者白宮保鏢的 他說政府保鏢是不是信得過 這個不知道 但是他這麼多錢 那麼這個 會不會有人將 計劃將他 做低呢 這樣我 我不知道 但是 要 將暗殺 這些可能 是個比較 極端的 的手段 我都未必 是會發生的 我都 不希望見到 在任何的政治問題上面 牽涉到 這麼醜惡的事情 但是 除了馬斯克之外 這個 我們不要忘記 他背後 是誰叫馬斯克 去做的事情 是特朗普 特朗普 他 一樣是會面對 很多內部的 各種的壓力 而且那些壓力 可能不是和和平平 那麼簡單的 有另外一位高人 跟我 吹嘴地說 他發現 這個 特朗普 贏了 這個選舉之後 他基本上 沒有公開露過面 我想說也是 他有很多在電視上面 那些東西 是錄影來的 就是他宣佈什麼 不是他在公眾場合上的 他怕什麼呢 大家可以用自己的想像 因為他都被人用槍射過的 他都不是說不怕的 他自己人身安全的 但是除了內部的壓力之外 美國的 你還要看他那個 在世界上面 他面對著一些什麼問題 因為 如果在國際關係上面 美國在其他地方 脫不了身的話 他基本上 也都很難 這麼集中 火力對中國 因為如果他這樣做 很有可能 他力量不夠 他想孤立中國 反而孤立了自己的 美國在國際關係上面 面臨最大的困難 就是幾度 烏克蘭 俄烏戰爭 這件事 在以色列的加沙 屠殺 還有台灣的問題 還有其他 都是有的 但是未必是在新聞說這麼多 比如在敘利亞 那些這樣的問題 俄烏戰爭 我相信 特朗普 他是有能力 將它完結的 因為他可以 將整件事 賴著 拜登的 因為拜登 以前的意圖 搞塌俄羅斯之外 就一了百了 還更加多的資源精力 可以集中去對付中國 但是他高估自己的能力 他要北約通曠 他是拜登一手 撩出來的東西 他基本上搞不定 現在打仗也不夠人打 這也在耗費美國的資源 但是 如果特朗普想完結這件事 他也不是沒有困難 他只會有兩個困難 第一個困難可能簡單些 第二個困難可能就麻煩些 第一個困難就是 拜登 臨走之前 他猛被軍火 猛被援助烏克蘭 他想烏克蘭可以繼續頂耐些 令特朗普解決這個問題的空間縮小 在這方面 我相信特朗普也很生氣 第二個問題就是麻煩的 因為 俄羅斯戰爭開始沒有多久 美國和西方的國家 充公了俄羅斯的很多資產 包括很多三千億左右的美元資產 而且那些資產 據我了解 有一部分已經用了 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用了錢 烏克蘭去打仗 就是用了錢來買軍火 或者包括買美國的軍火 給烏克蘭去打仗 這個問題為什麼麻煩呢 因為如果他想著打不贏這個普京 要和談 和談 你不免要割地的了 邊界要重新來過 但是你要賠款 普京要你賠什麼錢呢 你起麻 起麻 就是你凍結了那些資產 你要還錢的 你要解凍的 但是你那部分錢已經用了 那錢從哪裡下來了呢 你說叫美國人 容許政府 給他錢去賠款給別人 這個在政治上 不是那麼容易解決到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一個阻力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雖然這場戰爭是拜登搞起 但是美國也想 如果就用結束戰爭了 他也想收割一些東西 那麼烏克蘭的那些國家的資產 它的煤炭和鐵礦 據 Forbes那份雜誌 估計過是值14.5萬億美元的 美國的西方國家 都是想侯著這些資產 將它找他們來做抵押的 所以他在戰爭的和談 那些事情他都要想 要出一些方法 要怎麼得到最多的錢 第三個問題 最後一個國際上的問題 就是台灣問題 美國是想打這個代理人戰爭 他不是想台灣贏得到 但是想打久的話 就可以削弱到中國的力量 還有製造更多的政治的困難 就是中國長遠管治台灣 如果你死的人多的話 會有政治的後遺症的 但是台灣是不是真的 會這個 肯和美國打什麼代理人戰爭 我判斷就是不會的 台灣的人是沒那麼蠢的 只是政府在胡說而已 還有在中國已經警告過美國 射出那支東風31AG的飛彈 就告訴美國 你不用指望 利用台灣打代理人戰爭 你美國就置身是外 因為你打了代理人戰爭 中國一樣可以把你拖滑到水 所以東風31AG導彈 是可以覆蓋全美國境內 而且美國是沒有辦法防禦到的 它速度是快到的 還有它可以轉軌的那些東西 美國政府很清楚它完全防禦不到的 那麼在國際環境上面 其實美國現在遠遠未脫身的 那麼它何來又有足夠的資源 或者集中火力對付中國呢 所以我自己估計 未來兩三年是很亂的 因為它這個世界有句說話 或者中國人有句說話 就不撞南牆不回頭 不撞南牆不回頭 你不撞板呢 它都不知道會收手的 但是在它硬撞板的期間 那不只是美國傷的 其它地方都傷的 不過中國人呢 都很耐捱的 大家要看那個忍耐力 你頂住它三幾年 我相信美國 就是美國人以我所明白美國人的性格 它都要不停要 需要覺得要調整它的政策 所以更加長遠一點來說 你十幾二十年之後 中國的GDP 用這個購買力評價去計算 很有可能的 是等於美國的兩倍 那你等於美國兩倍了 那你經濟實力差這麼遠 你沒什麼好搞的了 你在今時今日 中國的GDP已經是 用購買力評價去計算 已經等於美國的1.2倍 1.3倍 即是差不多的 它們的經融 現在呢 美國在另外的地方 它可能還覺得自己佔有什麼優勢 譬如有美元霸權 還可以阿之阿租這樣 硬搞 但是當差距拉闊了之後 我相信美國是會走回來 要和好如初 大家都同意 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 大家都明白 這個世界上面的利益 它不是一個零和遊戲 它是一個大家都可以互相共贏的 但是在未來兩三年 這件事應該就不會發生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